第一届台湾尤鲁斯创新奖总决赛正式开始 首先欢迎财团法人台湾尤鲁斯基金会蔡惠玲董事长 好 再来我们欢迎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鲁斯博士 前行政院院长同时也是财团法人台湾尤鲁斯基金会的荣誉顾问毛泽国院长 再来我们欢迎财团法人台湾尤鲁斯基金会执行长黄建敏执行长 国立台北商业大学商学院院长张旭黄院长 台湾影响力投资协会执行长 吴道奎执行长 国泰金控控股公司协理 调场超协理 相信今天四五位队伍从一百多队脱颖而出 希望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社会问题 让我们台湾更美好 每个3-0 club是由五个年轻人 我们期待各位参与竞赛的青年朋友们将运用社会创新的思考模式 跳脱原本的框架 从平衡个人还有社会整体的需求的方案里面为出发点 我们就聚焦到可行性 是不是有扩充性 然后它的影响力 影响力的深度跟影响力的范围 从这几点我们来做一个一个评分 我们团队花了两年时间 开发出一套东南亚美食互动料理盒 在这套互动料理盒当中分为卡牌及食材两大部分 透过线上的游戏程式及线下卡牌桌游 为这些孩子们种下正式越南文化的第一颗种子 那看评审们已经差不多已经听完分了 那接下来我们欢迎到下一组 我们研发出一台小型低功耗的通讯设备 将它命名为CELIC CELIC会以不伤害树木的方式 安装在离地5到10公尺的树干上 根据检测到的频率 判断树木是否正遭受迫害 嗨大家好 我们是Miseco环保外送 可以帮我们想乘环保版的UberEat或Panda 假如我是想吃红烧肉也许不健康 你们就不愿意做服务吗 为什么要限制自己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我们也开始去跟就是 红烧肉啊或是汉堡店合作 我们研发了魔术空间的收纳盒 叫新鲜收纳术 产品具有可吸式几盒展开式两种形态 在功能上能够自由调整收纳空间 以成专利设计能够向左向右展开伸缩 在使用的平满度上会不会降低 就是它的使用寿命 我们在研发的时候都有跟我们的工程师 还有相关的3D电影的团队来进行讨论 一个研发以及测试这样子 衣服读书馆是一个为了女性设计的欢迎APP 那我们希望可以持续去扩张我们的社会影响力 去解决台湾一年有超过两亿件的衣服 丢进就医回收上的问题 配合家提供独家的循环包装服务 是透过回收的保测品再次而成 它会使用超过24以上 那它非常非常的耐用防水防污 以及有防灶的功能 那它也透过相关的QR码能够进行包装的追踪以及管理 购物带购物箱这样子 那回收比例多高 就是折损多高 目前我们在疫情前的时候 大概是平均一万件巨循环 然后整个回收率达85%以上 你们是把它用一个密闭空间 隔绝这些气味往外 还是说你们有什么漂泊 我们在就是翻动完之后 我们会有第一会用微生物 那第二会去调整它的碳氮比 让它达到快速发酵 然后让一些快速的让这些异味降 你们这个已经营运了几年的时间了是吗 应该说前面就是在试验阶段 那从试验阶段到现在 目前大概是五年左右的时间 那真正有走到市场上 大概是这一两年左右的经验 那因为从一百多件当中 这个竞赛到25件 到今天15件 每一个年轻人 每个同学 每个参与者 都很想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很值得我们 跟着永永书博士的角度 不断不断来思考 不断不断地来解决 而社会型企业就是一种 这个全新的动力 这个盈利不分红 反正今天的比赛结果怎么样 我们还有一个中央大学可以参加 还有国泰的卓越讲述计划可以参加 还有明年可以欢迎你再来挑战 所以今天的结果无论如何 都希望各位能够再接再厉 最重要的是我们对台湾 有一份心 有一份爱 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 把我们的有辱师的三明师界 四大之业能够实现 感谢观看